国内新冠病毒疫情 昨天确诊的人数跌破两万例 是五月三日以来的低点 而死亡个案则是增加了九十六例 另外国内是再度出现了BA.5的本土个案 是两名屏东民众到桃园机场接机 研判是车程中被境外移入的个案所感染 国内疫情有缓步下降趋势 相隔六十九天之后再见一次头 七月十一号新增一万九千零五十一例确诊个案 其中新北市三千多例 台中桃园高雄各两千多例 台北市一千七百多例 中重症增加一百七十二例 确诊个案中新增九十六人死亡 死亡个案当中有两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性 其中一名死亡个案的家属表示 个案曾经在六月快筛阳性 但没有通报 七月七号在家中被发现 没有呼吸心跳 另外指援中心也宣布国内又有Omicron亚型病疫株 毕业点五本土个案出现 是一对夫妻在六月二十四号到桃园机场 接送从法国返台的孩子 三人同车从机场返回屏东的家 这名返台个案全程戴N95口罩 不过中途有拿下来喝水 接送过程也有开车窗透气 返台个案在二十五号确诊 就对夫妻在两天后也确诊 主管中心提醒 目前国内累计四名毕业点五本土个案 研判都是在接送时感染可能性较高 提醒民众接送入境亲友时 建议佩戴手套口罩 上车前要针对返台者手部 鞋底行李进行消毒 在车内不要饮食 开车窗保持通风 接送完成后 也建议对全车内外进行消毒 记者宣令监台报道